房廟師傅 我幫你打開一下 莎士豐老師演奏鳳飛飛招牌歌曲 祝你幸福 瞬間把大家帶回年輕時光 這次由基隆郵局舉辦的鳳飛飛音樂饗宴 配合中華郵政首次發行鳳飛飛紀念郵票 希望用樂聲來緬懷這位帽子歌厚 為了懷念我們帽子歌厚鳳飛飛小姐 中華郵政今天發行鳳飛飛的郵票 基隆郵局配合發行郵票 舉辦了這個鳳飛飛的音樂饗宴的活動 是希望邀請大家一同用音樂來祈念 帽子歌厚鳳飛飛小姐 這次發行的是一套四張的鳳飛飛紀念郵票 面額分別為6元8元13元及15元 尤其彩色版人物郵票更是難得 你看像這個郵票是彩色版的 我們很少有人物彩色版的 這大概是古往金奶的第一套 而且我們特別採用的面額就是 6塊8塊1315 就是我們大家常常會用到的寄信 這個是印刷品 這是平信 這是現實印刷品 就是說讓大家可以普遍可以使用 那這裡面都是帽子造型 因為它的最為人質就是帽子 據說它的帽子超過600頂帽子 那另外也特別為它製作叫做小型專屬個人畫郵票 這個真的很值得收藏 這些東西只有在這一本專冊裡面才會有 還有集結鳳飛飛不同時期照片 及代表性歌曲的限量版精美專冊 裡面甚至附有鳳飛飛出身地 桃園大溪奎戳的原圖明信片 及明片型個人畫郵票 大家都知道我們鳳飛本姓林 她出身在桃園大溪 她是桃園大溪人 所以我們特別蓋上今天的日期 是桃園大溪的葵志說 以為留念 因為畢竟她的出生地在大溪 我們也知道在大溪有一個鳳飛飛的故事館 所以我們也用 這個是郵票裡面的造型 我們特別在製作她的原圖明信片 作為紀念 鳳飛飛演藝生涯開始在1970年代初期 以掌聲響起我是一片雲等歌曲 紅遍大街小巷 也曾在多部電影擔當女主角 主持的一道彩虹 更是家家户户必看的綜藝節目 想要珍藏這位戲劇歌壇及主持人 三期的巨星可千萬別錯過 記者張其騰金融報導